好,这是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文章 我觉得还蛮有启发性 这是王文华 但是王文华好像有两个都是作家 那这是其中比较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一个 那他在写说上海的小孩 照理讲他们的书包应该是很厚才对 然后呢,他去了之后他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们去参观四间小学 那看了四堂课 然后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四年级 照理讲以上海而言 它是一个很竞争的环境 而且大陆的竞争又比我们激烈的多 那所以照理讲他们应该有补习啊 写功课写不完啊这些问题 结果发现没有耶 像这个小女孩他回家只要写一个小时 而且包含预习和复习 那很多大部分都不是超超写写的功课 他也没有去补习班 不会的功课他会自己查 然后呢查不到就圈起来 隔天去问老师 那老师说什么问题都能问 这句话我好像都讲过 但是我发现好像真的会问问题的同学真的很少 但是在他们那边显然不太一样 为什么 大部分的小孩他们都没有补习 然后做完作业他们就 就看看课外书或玩玩东西 然后你会看到他们的课文 语文课本比台湾多一倍 后一倍 他们一学期要上到三四十篇课文 我们这边大概小学四年级 一学期大概只上十几篇课文 但是他们不会教不完 这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这边十几篇都教不完 他们也不会去赶课 那为什么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教笔顺 教字词之类的 然后都是一直教他们写写写 其实他们没有这样 他们就是碰到一些比较难的交代一下 但是他们很少去抄写 一直抄写 然后呢 他们在阅读理解的时候会去推敲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段 他说他看四堂课 老师讲课的时间只占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二 其实是大家讨论 然后发表分析统整 那老师课堂上出题 然后小孩子就去文章里面找答案 然后老师会问说 你为什么找出这个答案 从哪里你认为应该是这个答案 OK 那就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 他们老师最常问的问题是 那你这样子说的话是从课文上面哪里发现 OK 所以他们这样子感觉是比较 比我们这边比较活一点 而且给小孩的小孩 是不会是强记死记的方式在做的 那很多东西他们好像反而比我们更灵活更有弹性 所以一直觉得说 照理讲台湾的教法和学法应该是比较弹性的 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反过来 他们其实比较灵活而且有弹性 我们反而很失败 那我们 我会觉得说 如果他们小学是这样 那他们大学是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 可是我也希望说 各位 我们能够采用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去教 而不是几堂课我们教满满的 然后呢 其实你回去大概也没时间去做 反而是 比如说我们交三分之一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让各位问 那往往我这样做的时候 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在玩电动 所以我不得不继续教下去 但是我其实是不希望这样子做的 因为如果我们在上课 然后剩三分之二的时间 大家去讨论去问问你 然后去实作 甚至你真的会了 你就直接写个程式把它做出来 那这样时间就不会浪费掉 所以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小学或大学 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类似像这样的方式 那这个当然不是只有各位啦 包含我的教法也是 要再多去揣摩 到底要怎么做 大家才能够真正在课堂上面学到 我们想要传达的东西 而且可能不止这些 因为有些东西你问出来 可能我没想到 我还可以去学过来教给你 或者是你自己学过来教给我 这都是很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下课